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游泳池 对呀 这个就是长8米 对 椭圆形的一个 好吧把这拉开 椭圆形的这个游泳池 然后旁边是那个decking 这里decking一直一圈 这样围起来 这样就比较隐私 但是二楼的我的邻居还是能看到我在游泳 你能看到这个游泳池还是有点脏的 它那个树叶 这里有一个大树 它树叶都掉在这上面 然后树叶掉在这上面之后很难清理 非常难清理 我们这个游泳池我有一个月没管了 一个月没管就变成这样 基本上每个周末 你都得花两三个小时去弄这个游泳池 然后这里有一个 我用这个东西去捞那个树 里面的树叶 对 然后它本身呢 现在正在walking 它那个本身呢有一个filter 从那个口里面 把树叶什么的都吸到里面去 然后 爸爸不要弄不要弄放过来 然后把那个 平时呢 这个 平时 这个泵开着呢 一年大概是一千多块钱 电费 光那个泵的电费就是一千多块钱 这样子 有个游泳池有个好处呢 就是说小孩可以平时在里面玩 然后 我也平时也可以游游泳 但是比如现在这个天气 它已经是秋天了 它基本上平时都是十几度 高也就二十多度 非常冷 你跳到游泳池里面去 就非常冷 所以一年其实玩的时候呢 也就是两个月那样